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 是在涛哥砍电影当中的《让子弹飞》 那《让子弹飞》的影片当中 无论从官场的男男女女 那就是汤师爷和那县长夫人 还是怀才不遇,落草为寇 又称为假的县长 以至于到最后搁一个骑着大马 被兄弟们扔了的姜文、张麻的张慕之 还是那真正的实力者 那种恶霸 真正的魔鬼的周润发的黄四郎 黄四爷 这其中还包括了法治的概念 被腾罗九封的谷 喊冤的谷 被重新拿出来 结果当他想树立法治的时候 张麻子付出的代价是六爷被人家利用法律的概念给杀了 怎么杀的 还让他自己杀了 自己杀自己 这就是当重新树立法治概念当中 法治本身的社会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而当时的张麻子眼看着自己的义子死了 却不敢杀了对方 因为他强调法治 社会的形式改变不了人心 但社会的形式应该可以给人的尊严 当寻求尊严的张麻子 寻求人性道德准则的张麻子 在这样的制度的过程中 影片里一直在寻找着 甚至包括那被发了银子 然后又送出了银子的老百姓 被拿了枪发了枪 而拿着枪还不敢出来 自己有枪 只保护自己的家产 黄四郎派出马车去收枪的时候 马车马被打回来了 为什么 收枪设计到他个体 但是当张麻子县长到广场上去忽悠 我们去杀黄四郎的时候 谁都不出来 谁都不愿意当那出头的人 当黄四郎 但是后来大家伙怎么出来了 张麻子把黄四郎的 假黄四郎的脑袋砍了 解除了所有老百姓的恐惧 老百姓就出来了 出来干嘛去了 跑黄家大院去抢东西 真的黄四郎 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当成假的 但是呢 张麻子说什么 说我绝不留你 你死路一条 斩妖除魔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天要杀的一定是杀蛤蟆 杀螃蟹 杀江泽民 杀曾庆红 这就是江文给今天主政的人指出的道 要想看涛哥怎么跟大家分享 让子弹飞 那你就在涛哥砍电影里面 找到让子弹飞就行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今天是9月9号 2015年9月9号 如果朋友们往前想一想 2014年12月31号 夜里11点半 在上海外滩发生了踩踏事件 那几十个年轻人死了 而你站在今天 当我提出来再去跟大家想 你想想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大多会有一个感觉 觉得非常遥远 好像这件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其实包括后来的东方之星的沉默 你同样会感觉 那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就像对比天津大爆炸 这对头算快一个月 可是人们很多人有一种遗忘的感觉 对吧 你在媒体当中 在社交网站当中 再提到天津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些业主们想把房子卖掉 但真的想把房子卖掉的时候 他又觉得很无奈 因为我看过那个端传媒当中 一个人的描述 说这是天津最好的一个区 最有未来的一个区 从当初建起来之后 这个区的GDP的生长非常高 而能在这个区拥有一套房子 有最好的 有着他们心目中看到的 最好的停车场 最好的学校 给了他们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未来 在8月12号夜里大爆炸之前 我相信他们都有 因为他们拥有一份住宅 在滨海新区 而给他们的生活 给他们的家庭 给他们的未来 充满了希望 而这希望的一切 瞬间消失 而今天呢 从上到下 社会出于一种 不稳定状态 它的不稳定 来自于这种 它不得不变革的 现实环境 它只能改变 对吧 这个改变的基础 都是在保命的基础上 那我们看到最新那篇报道 提到今天 美国之音的改革者的阻力 它还是这么说了 文章题目这么讲 中国经济改革遭遇抵制 文章讲 中国经济改革正面临着 来自中国各省国企负责人 以及仍有影响力的退休党政领导人 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单一买家 军方一些部门的罕见抵制 那也就是说 今天主政者想改变的 李克强想改变的 遭遇了他们的同事 比他官位低的 但各具实权的 各具利益成本的 这些人的直接的顶撞 对吧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就像天津大爆炸一样 真正出手 制造爆炸的人 他可能跟习近平 跟王岐山 稍微差一点阶层 但是他能够运作 非常实在的运作 就像那杀手一样 对方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只知道这个人 要出手的话 从来不失手 投资咨询人罗伯特 他认为政府在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 这可能导致许多有影响的人丧失权力 从而引发激烈的抵制 库文讲 习近平政府已经采取大动作 比如允许破产 国企并购 减少商业垄断等 但有关官员和地方领导人担心 因为失去权力 甚至因为过去的违法行为而遭到起诉 所以进行强烈的抵制 而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也认为 中共政府内部有人抵制变革 例如国有银行就反对私人银行进入利润丰厚的产业 你进来了我就没饭吃了 所以他进行这样的变革 他必须以军队作为他的背后的基础 来对付党的官员 要以法律作为社会平衡 以军队为基础 靠反腐清掉他想做的事情上的这条路上的所有的障碍 在清掉这些障碍的过程中 打击的就是党的体制 具体的就是每一家被他满门朝展的家族 先清理枪杆子再调整笔杆子 大阅兵使得今天主政的人牢牢掌握枪杆子 与此同时文宣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大换血 说明今天主政的人文武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什么叫文武两手抓文武都要硬啊 对吧 他就要把前面的所有的人都给砍了 替江泽民说话 文章他一开始提到了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砍掉这三个人 这是在杀人系统当中最具实力的三个人 对吧 政法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 砍杀郭伯雄 徐才厚 230万军队 那在大阅兵时宣布30万人裁军 这就是一个名正 在中共历史上 如果军委主席是个弱主的话 根本不可能开罪那些掌握权力的军头 所以他就提到说 习近平是一个强权的 不是一个弱君主 那我的说法就是 他完全都在保命的基础上 跟整个江家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这种搏杀 而这个搏杀的前提 他的背景的最后出路 他只能抛弃中国共产党 他没出路 对吧 不抛弃共产党 十年之后 用不了三十年 十年之后 他就会被人家的子孙隔了命 然后紧接着他提到说 进行军事大调整 军事调整其实就是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 38集团军 中央警卫军 和北京市公安局 以及武警总队 所以你记住 他对军队的调整 完全是围绕着北京卫中心的核心 他只能做到这步 因为军人是最靠不住的 所以三十万裁军当中 十七万是从中尉到大校 这样级别的军官 这样级别的军官 是根本无法把握的 而这样级别的军官 很多人花了他的生命钱去买的军官 然后他就提到了又换笔杆子 这里主要提到了中宣部系统当中的人员的更换 这里面包括在上海 在西藏 在其他一些地区 和包括新华社 文化部 人员的这种变更 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其实这种人员的变更呢 现在他对中宣系统的变更呢 他谈不上是自己的人 我自己认为 这种掺杀子的成分非常高 都在一个系统中挣钱 待的时间长了 上下他是一体的 那就像我说的 他对军队的调整 只动了北京军区 以南京军区为基础 只动了北京军区 其他地方都是掺杀子 中宣系统我认为 很大的成分是掺杀子 掺杀子的结果 你会看到 有些媒体一会儿怎么说这个 一会儿说那个 今天说这个 明天说那个 说的话都是对立的 就是具体的媒体人 头顶着两个管 三个管 这三个管有三条心 所以都是他的管 所以他今天写A 明天写B 后天写C 他自个儿很简单 你让我写什么都成 因为我写一天 就赚一天钱 那会表现出 文宣系统的混乱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只能说明 是一个过程 那也在9号这天 出了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拿这个消息 比较早了 他说中共陕西省政府被包围 9月9号早晨陕西省门前 2万多人将大门团团围住 因为联合集资案 涉及到20万人 75亿元被骗 现场高喊 打倒共产党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场的照片 当人们喊出打倒共产党的时候 说特警们默不作声 那因为我们拿的比较早 我们不知道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简单 所有这些爱国人士 很多爱国人士 认为政治跟他没关系 但他就是爱国 现在还有人说呢 你是黄皮肤 你为什么不爱国 我也不知道你喝的什么水 喝多了 这个国家 我出过多少次 这个国家 是马恩列斯毛的 你才是出卖祖宗的 马恩列斯毛 除了一个毛 前面没有一个黄皮肤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